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和多個立法會議員 就停車適時立法到巴士總站等多個地點視察。 邱騰華說有業界提出 容許巴士在開車載客前提早開冷氣。 汪威宇布德。 沙田下酒氣溫平均攝氏32度, 但這一個在沙田市中心的有蓋巴士總站就有33.6度。 開著了引擎的巴士車尾更加錄得35.8度的高溫。 在巴士總站這裏站不夠幾分鐘已經開始出汗。 若剛好旁邊有巴士經過, 又或者有巴士開著引擎的話就更加覺得好。 有等車的市民說, 雖然希望上車的時候可以立即涼到冷氣, 但亦都覺得巴士停在巴士站的時候開著引擎。 會令旁邊等車的市民很辛苦。 很熱,很熱對著火爐。 若剛好車對正, 剛好車對正, 一、二度想走都不能走。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和多個立法會議員, 在這一個巴士總站, 無以等巴士10分鐘, 了解市民等巴士的情況。 下一個巴士在一個站旁邊, 開著10分鐘未上客。 很明顯在旁邊排隊的人, 就不用在弟弟哥的高度了。 即大人的高度, 看到熱力、風、微塵等等。 加上在一個, 如果是一個交通交換處的環境之下, 其實會有很大的問題。 有巴士業界建議政府, 容許巴士在總站開車時, 提早幾分鐘開著引擎, 令車廂溫度舒服些。 優騰華就說, 法案委員會會討論條例的細節, 希望在不違反立法原意的情況下, 與業界市民達成共識。 優騰華又到過九龍塘學校區, 以及大埔一個的士站視察, 表解幼稚園校巴士機, 以及的士業界的意見。 亞洲電視記者王衛宇報導。